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也应该慢慢去体会 佛法所说的 无缘大词 同体大悲 菩萨的行愿是终于上求佛道 下话众生 自觉觉他 自立利他 菩萨必须对一切友情的众生 做出无量的慈悲喜舍之心 才能够实践自立利他的菩萨行 大圣行者 修学佛法 首先重要的是 法菩提心 因为菩提心是无上菩提的修因 一切证源的根本 就是我们修行一定要发心 那我们在经典上面也告诉我们说 修行不发菩提心 犹如耕田不下种 那所以这个种子要下到田里面 才有办法发芽 那到最后产生果实 那我们学佛也是一样 我们在学佛的因地里面 一定要发菩提心 那这个菩提就是觉 觉意 觉的意思 也是觉悟啊 我们人人有这个佛性 那我们这个真心 就是佛心 那如何找到我们的真心 找到我们的佛心 那我们以佛陀的这一种 无言大词 同体大悲的精神 来行菩萨道 那最终 那人人都可以成佛 从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可能觉得发菩提心 行菩萨道是困难的 大家可以从日常的生活小事做起 从亲人及身边的人做起 哪怕是一点一滴 给别人一点点的关心 有能力帮助别人的话 尽力去做 十方新闻 过于允许建议 苗栗采访报道